我要打你 话音未落 他就冲向了神秘人 看得出 素素也生气了 望着冲过来的素素 神秘人依旧笑咪咪着 他丝毫不担心 因为 夜叉也动 从石像中脱困的夜叉 犹如一道幻影 几乎是一瞬间 便来到了素素与神秘人中间 他挥动手臂 向素素轰出一拳 这一拳势大力尘 隔着极迷远 我都能听到夜叉拳头 划破空气时发出的声音 素素又哼了一声 比力气 他从来都没有怕过谁 并没有出现 令我们大跌眼镜的状况 夜叉看似威武雄壮 但和素素对了一拳后 仍旧被砸飞了出去 我好久没有测试过素素的力气 但我勾结 他这一拳 弓碎一面石砖墙面 还是很轻松的 普通人被素素打这么一拳 怕是比四十脉的汽车创伤还要惨 夜叉被素素轰趴在地上 有些步履艰难地站了起来 这夜叉气息可怕 实力却不够如此 我没有因此而轻视了 王小黄同为夜叉 实力虽弱 但那一手操控血液的本领 格外让人头疼 这只夜叉 说不定藏有厉害的手段 果然素素砸到夜叉的拳头 忽然向下沉了一下 我分明看到 素素洁白的手背上 忽然长出了褐色的块状物体 是石头 刚开始只有硬币大小 但是很快就顺着他的手臂 疯狂地长了起来 眨眼间的功夫 素素整个右臂 都被这石块所覆盖 我来 宁楠楠跑到素素面前 她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张符露 贴在拐棍上 拐棍抽在素素长满石块的手臂上 只听啪的一声脆响 素素手臂上的石头尽数碎裂 我看到了宁楠楠皱起的眉头 她显然没想到 自己的符露也会被碎掉 我来到二女身旁 宁楠楠用只有我们三个人 能听到的声音提醒 我带来的符露不多 尽量不要被这叶叉碰到 望着满身鬼闻的叶叉 我的呼吸放慢了 事实证明 它比王小黄难对付多了 不能碰触 这架如何大 我的身旁只有两只鬼兵 却没有什么用 鬼兵对付阴魂恶鬼是一把好手 但对付叶叉 就像是猫去找狗打架 作死 老板 我拖延一下时间 你和楠楠姐先逃出去 若是在平常 我可能就答应了下来 因为我对素素很有信心 但知道神秘人的目标是素素后 我就不能答应了 这不是让素素自投罗网吗 更何况 眼前的野叉 素素一个人恐怕难以拦下 我有一个办法 您楠楠急忙问我 什么办法 地狱之门 当初我和王小黄第一次动手 就是进入地狱之门 找到他处的鬼界 我记得非常清楚 当王小黄看到地狱之门后 满脸的忌惮 地狱之门 正如其名 是通往阴间地狱的大门 就算夜叉也不敢轻易进入 我的计划很简单 我来打开地狱之门 然后将眼前的鬼闻夜叉推进去 随后只要关上地狱之门 认它是夜叉 也只能去地狱受罚了 我低声给二女解释 您楠楠听后 点了点头 好 就这么办 我们三个稍稍错开身体 各自做好战斗准备 神秘人打趣地看着我们 商量好对策了吗 没商量好的话 我可以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哼 真是小瞧我们了 我清和一声 动手 我 素素 宁南那三人 同时分别向三个方向 杀向了夜叉 还真有一丝三鹰战吕布的感觉 我们三个都是高手 夜叉再厉害 也不可能同时防住我们三个人的攻击 只要有一个人得手 我就可以趁机打开地狱之门 将夜叉送进地狱 我是第一个杀到夜叉面前的 在居魂前轨的状态下 我的素素比素素还快 使用居魂前轨 我手心中的地府鬼印 就没有驱邪的作用了 不过我并不在意 因为我本就是准备声东击西 给素素他们创造机会 夜叉见我杀到身前 下意识地出手向我攻击 我闪电般的后撤 躲过了夜叉的攻击 宁南那紧随其后 手中的拐棍狠狠地抽向夜叉的脑袋 宁南那的拐棍上 本就有降魔驱邪的俘虏 这一棍消去 砸得夜叉一个亮相 我敏锐地发现 用法器碰触夜叉 并不会被石块包裹 素素果断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一脚踹在夜叉的胸口上 与此同时 我闪电出手 在夜叉的身后 打开了地狱之门 地狱之门开启的瞬间 夜叉刚好飞入其中 我赶紧将地狱之门 关闭 夜叉就消失在了我们的面前 成了 夜叉入了地狱 素素脚上十块 刚刚长出两块便脱落了 实事证明 我的计谋非常有效 我看向了神秘人 轮到你了 我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他抓住 夜叉消失 神秘人似乎并不紧张 他脸上的笑容 虽然收敛不见 但仍旧没有看到一丝慌乱 似乎他并不在乎 这只夜叉的德语尸 素素 抓住他 素素扑了上去 抓向神秘人的脖子 就在素素即将得手之际 一堵泥墙 从神秘人的脚下涌起 护在了他的身前 素素的手 喷的一声插入泥墙之中 仍旧是刚刚孕育恶鬼的污泥 泥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硬化 素素眼疾手快 在污泥变成石头前 抽出了自己的手 泥墙变成石墙 这又是什么招式 石墙上浮现一条 上下贯穿的裂纹 紧接着咔嚓声不断 裂纹声密布整个石墙 一只手从石墙中伸了出来 卧槽 我还被自己吓了一跳 还有 更恐怖的还在后面 石墙中又伸出了一只手 让我感到窒息的是 第一只手和第二只手 都是右手 石墙中隐藏着两只野叉 石墙炸裂 两只野叉的真容 展露在我们的面前 仍旧是两个男性野叉 他们的长相和第一只野叉自然不同 但在他们赤裸的身上 拥有着同样的黑色鬼纹 我看到身旁宁南那握住拐棍的手 微微颤抖 野叉百年一遇 今天 我们已经见到了三只 我甚至可以肯定 神秘人手中还有更多的野叉 最直接的证据 就是这些野叉身上有相同的鬼纹 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了心头 或许黑鸭组织已经得到了量产野叉的能力 比起野叉 量产这个词更加让人胆战心惊 宁南那声音微微颤抖 林雪 三内想办法溜浪 对于夜叉 我非常赞同 三打一 还是偷袭掉 才干掉了一个 现在面对两只夜叉 明显有了防备 还怎么当 这个时候 最好的决策就是三十六计 走为上级 可神秘人的身后和身前 还有两只刚刚召唤出来的夜叉 怎么突围过去 我往后看了一眼 在走廊的尽头有一扇窗户 可以跳下去 但这是十九楼 以素素的身体素质 他肯定扛得住 而我和宁南那是人类之躯 就算我有居魂前轨 也活不下来 还是 要打吗 我正准备给自己鼓舞一下信心 只见神秘人抓起口琴 又吹响了 只见他的脚下 又有污泥涌动 化成人形 然后 硬化变成了石像 石像破碎 又是一只夜叉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只夜叉是个女性 她同样赤裸着半身 皮肤上的鬼纹 与其他两只夜叉一模一样 这一项 是三对三了 这个神秘人简直像是拥有洒斗成兵的本事 实在是太可怕了 看他的样子 似乎还没有达到极限 神秘人笑着对我说 我虽然喜欢和鬼打交道 但并不喜欢杀人 大哥商量怎么样 把这只千年僵尸给我 我放你们两人走 你们从我这儿偷走的鹦鹉 也送给你们了 如何 拿素素做交易 门都没有 第二百零七集 我问素素 素素 你带着奶奶从十九楼跳下去 能保护着她吗 素素想了想 死不了 但可能会受些伤 受伤总比死了强 您奶奶质问我 林玄 你想做什么 拖下去 咱们三个都跑不掉 让素素先带着你走 那你呢 总得有个殿后的 拖着这只夜叉呀 您奶奶急忙到 不行 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打得过 我当然打不过 不过我有杀手锏 素素 带你奶奶姐离开 素素犹豫了一下 使劲点了点头 老板 我马上回来救你 你去跟冯卫说一声 让她打120过来救人 宁奶奶想要挣扎 可她哪里比得上素素力气的 素素 你快放下我 林玄会死的 素素没有放下她 而是静止向着走廊尽头的窗户跑去 我隐约听见她对宁奶奶说 我相信老板 三秒后 我听见身后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 神秘人的脸色有些难看 你还想逞英雄 我没否认 不行啊 神秘人把口琴重新放在了嘴边 你去死吧 琴声响起 三只叶叉同时向我扑了 即便是有居魂潜贵 我同样不可能敌得过 于是我从口袋中掏出了一件东西 一件鹦雾 换神路 我口念法诀 香气沉沉硬乾坤 燃起清香透天门 金鸟奔走如云剑 玉途光辉四车轮 南辰北斗满天照 五色彩云闹纷纷 紫围宫中开圣殿 桃源遇你请神行 千里路途香神请 飞云走马将来临 弟子林玄请张道林天须 真神入雾身 走廊中 一股狂风涌起 这是我第二次 使用幻神路 只不过上次是用给处生的 这一次 却是用给自己的 我感觉有一道 古老且强大的意识 钻入了我的身体 张道林 自辅尘 天须道创始人 龙虎山第一代天须 关于张道林的民间传说有非常之多 相传张道林一身本事 乃太上老君清秀 先推引北芒山修道 后得皇帝九鼎丹京 修炼于樊阳山 终成大道 张道林不仅修道 还降妖楚鬼 相传术中时 有魔鬼万千 张道林以以人之力 将众鬼赶往西北布毛之地 并逼他们立下誓言 人主于咒 鬼行于夜 阴阳分别 各有私存 为者必加诸禄 可以说 张道林是降妖楚魔的老祖宗 我之所以用幻神鹿 召唤张道林上身 除以上原因外 更是我亲眼见过龙虎山老少两代天须的手段 一手雷厥 降鬼楚魔 老少天须都这么厉害 那他们的祖师爷张道林 岂不是更厉害 使用幻神鹿后 我明显感觉到有一股力量钻进了我的体内 我的魂魄好似有烈火焚烧一般 清醒且剧痛 我此刻才知道 之前楚生使用幻神鹿后 为何宛如宾死之人 那般虚弱 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神剧 正在从自己的身体中剥离出去 而钻入我身体的那股力量 即将操控我的身体 神秘人感应到了我的变化 他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了震惊的神情 他的声音 也有些颤抖 你 你做了什么 他想开口 却发现自己已经彻底失去了对身体的操控权 此刻的我 只能像一个观众 观察着下面将要发生的一切 我的身体动了 右手虚握 浩斯手中握着一把看不见的剑 三秒后 剑来了 并非真正的剑 却更加害人 我的手心中 雷光闪烁 凝聚成了一把雷剑 雷剑上不停有雷芒迸发 沿着走廊的墙壁地板 天花板 向着远方窜去 电光闪过 天花板上的灯具 先是发出了刺眼的亮光 随后尽数炸裂 神秘人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他再次质问 只不过他换了一种问法 你是谁 他已经发现我 我已经不是我了 他回答的是闪烁的雷光 我手中雷剑一样 顿时间雷光大作 将整条走廊照料地宛如白昼 走廊上的玻璃 尽数被炸成波扎 神秘人眼急手快 在我灰剑的瞬间 召唤出乌尼 挡在自己的面前 乌尼迅速硬化 化作一堵石墙 然而石墙仅仅挡住雷芒不到半秒 就炸裂了 神秘人倒飞而出 身上有雷电冒出 不过 他并没有死 如果我没有猜错 他身上有防身的发气 替他挡了这么一劫 神秘人再也没有之前轻松 胜券在握的神态 此刻的他 狼狈不堪 脸上的皮肤被雷芒焦黑了好大一片 杀了他 神秘人恼羞成怒 命令三只夜叉向我扑来 三只夜叉同时散发出了恶气 浑身浓郁的令人喘不上气了 当今银行 任何一个人 哪怕是各省的扛把子 面对夜叉都不敢言 一定能赢 更何况那是三只夜叉 但对于龙虎山祖师来说 却只是小菜一碟 面对三只夜叉的围攻 我再次挥了一剑 仅仅一剑 整个走廊 雷芒再次绽放 比之前更盛 当雷芒消散时 我分明看到 走廊都是焦黑一片 就连空气中都有一股臭味 只是空气中的氧气 被雷电解成了臭氧 三只夜叉都不见了踪影 准确地来说 这三只夜叉都已经在雷芒下 魂飞泼散 这就是龙虎山祖师爷的手段 这也就是幻神路的可怕 怪不得历代师爷 都不敢轻易将幻神路世人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若是被其他阴人知道 我手中有这等阴雾 我怕以后 都不会再有安生日子了 神秘人坐在地上 不知道是被第二道雷芒波及 还是吓得腿软站不起身来 他望向我的眼神 充满了惊恐 你 你别过来 他颤抖着腿 爬起身子 然后扭头就跑 一道细小的雷芒 从我的手中射出 打在了神秘人的屁股上 他惨叫一声 一头栽倒在地上 不动弹了 我向他走去 刚走三步 身体猛然一颤 我感觉到 身体那股燃烧的力量离开了 我的魂魄 重新控制了身体 第一秒 我就趴在了地上 我浑身上下 每一个肌肉 都像吃了柠檬酸的动弹不得 我躺在地上 犹如一滩烂肉 眼前的景象 逐渐模糊了起来 我努力地想要 睁开眼睛 不让自己昏迷过去 我坚持了不到十秒钟 眼皮一合 昏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我人在病房中 宁喃喃坐在我身边 宁喃喃惊喜的声音 在我身边响起 林雪 你醒了 我艰难地起身 浑身仍旧酸痛 我睡了多久 已经三天了 我愣了一下 已经三天了 这幻神鹿的副作用 还真不是盖的 风卫和素素呢 我们三个轮流守着你 我让他们先去休息了 我点点头 看到宁喃喃的手腕上 也有绷带 你受伤了 宁喃喃撇了一下嘴 十九楼跳下来 没死就不错了 我满脸尴尬 是我让素素抱着宁喃喃 跳楼逃命的 素素比我预想中的 还要给力 这宁喃喃只受了一些轻伤 在我的意料之外啊 对了 那个神秘人呢 我还记得 在张道玲离开我的身体前 用一道雷芒击晕了呢 放心吧 已经抓起来了 听到宁喃喃这么说 我使劲松了口气 这个神秘人实在是太重要了 他掌握了批量制作夜叉的能力 若是让他回到黑鸭组织 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的同事们已经在审问他了 这家伙嘴硬 想撬开不容易 没关系 人在十三局 那就别想跑了 宁喃喃严肃地问我 林雪 你实话告诉我 我和素素跳下去后 楼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看见窗户闪了两下 等我们再赶上去时 整个走廊 到处都是雷击过的痕迹 宁喃喃的问题我没有回答 并非是我不信任他 而是幻神鹿这种堪称逆天神器的存在 不能被人知道 我打了个哈哈 宁喃喃见我不愿意说 很体贴地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三天没吃饭 我急肠碌碌 宁喃喃帮我煮了碗面 端到了我的面前 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 我接过碗 香气扑鼻 肚子再次叫了起来 不用尝我也知道很好吃 宁喃喃的手艺 之前在茶馆中我已经见识过了 那绝对是一绝 宁喃喃知道我很饿 这一大碗至少是三人的量 她还刻了两个荷包蛋 切了二两牛肉 我狼吞胡咽地吃下肚 两个字 舒服 刚吃完 素素和冯伟也赶来了 冯伟是一脸羡慕 哎呀兄弟 你可真行 醒来就有小灶吃 我和素素可就受苦了 素素板着脸很不高兴 楠楠姐 你们局里的餐厅 好难吃啊 宁喃楠捂着嘴笑了 餐厅里的厨师是从学校里借调过来的 冯伟满脸无奈 怪不得吃出了上学时食堂的味道 我一愣 这里是十三局 我还以为我在医院呢 第二百零八级 宁喃楠笑着跟我解释 毕竟抓住了黑压组织的重要人物 把你放在医院里 我不放心 就向组织打了申请 把你带了回来 好了 我该去上交报告了 一会儿医生来查房 你们先聊着 我晚点再过来 宁喃楠走后 我才发现自己身上穿的是病服 糟了 幻神鹿呢 见我表情发生变化 冯伟开了口 幻神鹿 我帮你收起来了 放心吧 没人发现 我松了口气 冯伟做事 我还是放心的 冯伟坐到我的旁边 认真说道 兄弟 你是召唤雷针磁吗 我撑上去的时候 整个十九楼跟发生过闪电爆炸似的 哎呀 太可怕了 我哪敢召唤真仙 我召唤的是张道林 张天使 幻神鹿能请到人杰和真仙 请来的魂魄越强大 使用幻神鹿的副作用也就越大 历史上虽然张道林得道飞升的传闻 但在幻神鹿中 他仍然算是人杰 现在想想 我忍不住一阵后怕 召唤人杰就让我昏迷了三天 若是召唤真神 怕不是要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冯伟叹了口气 这次抓住黑鸭的重要人物 算是把梁子结得更深了 我情绪没有任何波动 就算不把这人抓住 我们和黑鸭组织的梁子 结得也够深了 我曾尽量不与黑鸭组织有太多交涉 但黑鸭组织不依不饶 还把罪恶的双手伸向素素 不能忍 希望十三局 能多审出点有用的东西来 早点把黑鸭组织灭掉 素素也是关心地问道 老板 你感觉怎么样 我溺爱地揉了揉素素的头发 虽然手掌放上去冰凉冰凉的 放心吧素素 老板没事 素素兴奋地告诉我 老板 我发现自己会飞哎 素素这话说的我是莫名其妙 她努力地跟我解释 我抱着楠楠姐往下跳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好像能控制住下落的速度 甚至想飞的话也是可以的 我试了试 可惜没成功 风伟接着她的话茬 素素和宁楠楠往下跳的时候 我刚好在下面看到 素素落了几层楼 速度确实变慢了些 怪不得宁楠楠只受了一点伤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想到了一种可能 风伟 你知道僵尸的等级吗 知道吧 看来咱俩们想到一块去了 僵尸从弱到强 分别为白江黑江跳湿飞湿汗拔 其中跳湿基本上可以对等于鬼中的夜叉 素素几经成长之后 单挑一只夜叉问题还是不大的 我之前判断素素的实力介于跳湿和飞湿之间 现在看来素素已经向飞湿跨出了一大步 据传闻 僵尸达到飞湿等级后一跳百米高 犹如飞翔 这是个好事情 茶馆的实力越强 对抗黑压组织的信心也就越强 我们三人都不是十三局的人 不能在局内随意走动 实在是不方便 医生给我们做了全面检查 结果是需要惊讶 我决定回家 临走前 我先把正事做了 用相思剑帮着宁楠楠解决毒瘾之苦 相思剑不愧是连师爷都惊叹的鹦鹉 地府鬼印都无法赶走的阴魂 在相思剑下不出三秒钟就被分离了出来 患病的不止宁楠楠 不过我可不想拖着病区去行善 我把相思剑的使用方法写了下来 让十三局想办法处理 让他们自己辛苦去 临别前 宁楠楠送了我一件礼物 是一个证件 这是我给你申请的 十三局的特勤员工证明 特勤员工 是不是就是临时工 宁楠楠被我逗笑了 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 这次你立了大功 以后如果需要借助官方力量 可以向有关部门出示这个证件 当然你可不能乱用 否则我也会受处分的 我好奇地问 临时工有工资吗 没有 我就随意问问 没说望能发什么工资 有了这张证 出门以后办事方便多了 我们和宁楠楠到了别 宁楠楠说 等他忙完再去安德找我们玩 回到安德 刚好赶上了冬天里的第一场雪 北方的冬天看似寒冷 但只是物理攻击 家家户户都有暖气 压根破不了房 南方的朋友就冷了 哎呀冬天是魔法攻击 屋里吹的空调没啥卵用 取暖全靠抖 别看茶馆老旧 表哥之前就已经安装好了地暖 冯卫为了让我养伤 给我买了一张藤椅 我躺在上面 看着报纸 喝着冰镇可乐 哎呀 俩字 舒坦 在我养病的期间 茶馆里迎来了一位新客人 这位客人有些奇怪 是夜间赶来的 冬日里太阳落得早 北方一般都是不到六点天就黑了 我 冯卫 素素 在茶馆里正吃着饭 茶馆的门被人推开了 冯卫头也不抬喊道 不好意思啊 外面有牌子 茶馆夜间不应远 一个好听的女声响起 对不起 我有急事 我这个人向来脾气好 容易说话 听到来客说有急事 我立马放下碗筷 抬起头看 进屋的是一个身材高挑的长发女人 穿着得体 很有气质 只不过她的脸上有一丝难所 看样子是遇到什么麻烦事了 我用纸巾擦了擦嘴 迎了上去 请坐吧 女人坐下 我给她沏了茶 她先开口 您是林老板吧 听说您是一个高人 我谦虚回答道 高人算不上 略懂一些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 女人免了口茶 林老板 不瞒您说 我曾经被鬼缠身过 后来被一位高人所救 只是不知为何 最近我感觉那只鬼 又回来了 被鬼缠身 我稍稍靠近 地府鬼印有一丝反应 但不强烈 这个女人身上有阴气 但是没鬼 我决定让再听一听 具体说一说 女人点了点头 我是山城人 三年前 在山城一所中学任职 那所中学里 有一棵去说活了几百年时间的老槐树 老槐树成了精 靠着西施学校里孩子们的洋气为生 不知怎么 就缠上了我 我在山城当地 找了一个高人 他帮我除去了槐树筋 我受了刺激 从山城搬到了安德 前两年平安无事 可从今年开始 我经常做梦 梦到槐树精 找我来锁命 李老板 听说您是安德里最厉害的高人 您一定要帮帮我 女人楚楚可怜的模样 很容易激起男人的保护语 只不过 我不为所动 速速吃饱了凑了过来 老板 这位姐姐讲的故事 我好像从哪里听过呢 风卫把手中的周碗放下 故意打了个宝格 大姐 问你个问题 你是不是叫柳凤 我清楚地看到 女人的脸上露出了 受到惊吓的表情 没错 她就是柳凤 柳凤惊慌失措 你们怎么认识我的 我笑了一下 你既然是山城来的 少郎中许强是不认识 柳凤几乎下意识地否认 不认识 她否认得太快了 这是心虚的表现 当初在许强家喝酒 我们借着酒进谈天说地 其中就聊到了柳凤这个名字 柳凤是许强年少时的同学 许强还曾经暗恋过他 但就在三年前 他差点把许强给害死 他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山城一所中学的教学编制 却处处受欺了 学校的校长看上他的美貌 想要包养他 被他拒绝后 自处造谣说 他和班里的男同学油然 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 私下里时常议论柳凤 掘掘点点 见面甚至不用正眼看他 柳凤一度想要退学 甚至想要跳楼自杀 证明自己的清白 不过柳凤觉得这样子太窝囊了 就算是死 他也要拉污蔑他的校长垫背 他听人说 乡下有个赤脚大仙 能请鬼做事 就找了过去 那赤脚大仙收了柳凤的钱 说请鬼是会遭报应 他肯不肯 柳凤当时被仇恨冲昏了头 一口答应下来 赤脚大仙教给柳凤一个办法 让他找个斧子 斧柄上 缠上校长的衣服 砍学校那棵活了几百年的老槐树 他砍得越深 这校长的下场就会越惨 柳凤找了个机会 偷了校长的衣服 趁着夜里 把老槐树的树枝全砍 老槐树被砍的第三天 校长被人实名举报贪污 性侵女学生 和女老师有染的三项罪名 很快就入了院 开庭审理前心脏病突发死了 老校长贪污 当然不是一人作案 还有几名二把手也栽了 包括教导主任 新调来的校长 觉得柳凤能力还不错 让他坐上了教导主任的位置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 学校里就出事了 接二连三的 有学生在老槐树下跌倒 昏迷甚至摔断腿 新校长下令把树推倒了 树推的第二天 柳凤就梦到槐鬼前来索命 原来槐树早已成精 柳凤砍伤了他 惹得槐树精非常愤怒 前来寻仇 柳凤再次找到赤脚大仙 赤脚大仙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找几个学生来给槐树精当祭品 平息槐树精的愤怒 这柳凤还真这么做 他设下了一个局 准备杀害几名学生来救自己 这个局或许误打误撞地给破坏掉了 柳凤为了活命 打起了许强的主意 他与许强约会 在酒中下了谜药 带到许强昏迷过去后 引来了槐树精 好在许强扶大命的 活了下来 第二百零九集 我有一点很奇怪 许强告诉我 槐树精在三年前就已经死了 怎么会来找柳凤呢 若是柳凤撒谎 他身上沾染的阴晴 又很难解释 我敲了敲桌子 槐树精三年前就已经死了 你怎么确定 是他又来找你了 刘凤打了个哆嗦 我这些天会做一个相同的梦 梦里我埋在地上 一棵老槐树的根把我捆住 他 他在吸我的血 我看一下冯伟 你怎么看 冯伟思考了一下 许强没有理由骗我们 大概是别的鬼 再假冒槐树精吓人 许多鬼都有找到他人心里弱点的本事 柳凤曾经被槐树精害过 害怕是正常的 这冯伟的分析也有些道理 只是这笔生意做还是不做 许强对我一闻 帮害过他的人 似乎有些不妥 我跟柳凤说道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我刚准备起身 柳凤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李老板 你一定要帮帮我 我找过好多高人了 他们都说无能为力 我听说您收此人的遗物 我特意带来了一件 只要您肯帮我 他可以当作报酬支付给您 说着 柳凤从包里拿出了一件东西 是一支毛笔 我没忍住好奇心 把笔接过了手 一入手就能肯定 这是件阴雾 这支毛笔 笔头很粗 与其说是写字的笔 更像是画画用的笔 笔杆是梨木制成 已经包姜 说明很有历史了 笔杆上有一行字 我知道许多文人画家 会在自己喜欢的笔上署名 说不定是某个大家遗留之物 我勉强能认出这些古字 孙僧瑶 我轻轻念出这个名字 听起来有些熟悉 好像从什么故事中听到的 封卫在我身旁拍了一下大腿 我知道了 这不就是成语画龙点睛的主人公吗 怪不得听起来这么熟悉 原来是他 据唐朝张燕远 历代名画张僧瑶中记载 张僧瑶于金陵安乐死 画四龙于壁 不点睛 每月 点之即飞去 人以为荒诞 故请点之 须语 雷电破壁 二龙乘云腾上天 二龙未点言者 皆在 翻译成白话文 就是张僧瑶在墙上画了四条龙 画得十分逼真 美中不足的是 这四条龙都没有眼睛 人们不解 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张僧瑶解释 如果他把龙的眼睛点上 龙就会从墙面上脱离 变成活物 众人不信 说张僧瑶撒谎 让他把龙的眼睛画上 让大家看看 张僧瑶拿起笔 给其中两条龙点上了眼睛 顷刻间 两道雷电打在了墙壁上 被张僧瑶点上眼睛的两条龙 破空而去 而没有被点眼睛的两条龙 依旧在墙上呆着 张僧瑶的画工 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 我是真没想到 他的画笔竟然会变成鹦鹉 虽然我目前还不知道 这件鹦鹉有何功效 但我相信 这支笔的价值一定不费 其古董价值就远超百万 更何况他还是一件鹦鹉 说实话 我心动了 我看了一眼冯伟 冯伟对我眨了眨眼睛 他也心动了 虽说柳凤和许强有过节 但并不妨碍我做生意 毕竟 我是个商人 虽不说是唯利是图 但有钱送上门 干嘛要拒绝呢 好 我帮你 听到我愿意帮忙 柳凤十分兴奋 他激动得不停道歇 太谢谢您了 太谢谢您了 被鬼缠身 肯定会有症状 我问柳凤 他在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柳凤的语气有些奇怪 林老板 您知道我为什么夜仙才来找您吗 他这么一说 我还真有点好奇了 鬼虽然不怕阳光 但夜间害人的几率 比白天害人的几率要更大一些 俗话说 月黑风高杀人夜 同样适用于恶鬼 如果我是柳凤 知道有人能救我 肯定白天早早地赶来 拖到晚上 万一恶鬼动手了 岂不是要冤死 为什么 柳凤犹豫了一下 林老板 如果我说了 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哟 还挺神秘的 说吧 我不是那种大嘴巴的人 柳凤掏出手机 打开相册 找到了一张照片 林老板 你看 我接过柳凤的手机 屏幕上是一张紫拍像 一个女人的紫拍像 这个女人非常苍老 脸上皱纹密布 头发也是花白 看起来至少有六十多岁了 但照片上的女人 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一般来说 人老后眼睛会变得浑浊不堪 可照片中的老女人 一双眼睛十分清澈 更像是年轻人的眼睛 还有照片上女人的脸部轮廓 有些熟悉 冯伟和素素也凑了上来 我看到冯伟的脸上露出 惊恶的表情 他从我的手中接过手机 看了一眼屏幕 又看了一眼柳凤 然后他再一次低头 看上屏幕上的照片 再次抬起头来 这个抬头的动作 冯伟少说做了三遍 我下意识地看向柳凤 然后愣住了 怪不得照片中 老女人的脸部轮廓 我看见了有些熟悉 因为和柳凤的脸部轮廓 一模一样 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 照片中老女人的眼睛 和柳凤的眼睛 也是一模一样 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 在我脑海中萌生 柳凤 照片上的人 该不会就是你吧 我本是试探性地询问 没曾想 柳凤竟然是点了点头 是我 这也太魔化了吧 我敏锐地觉察 照片上的背景是白天 这刚好对应了柳凤的问题 我从冯伟手中接过手机 将屏幕冲向了柳凤 另一只手指指向了照片 你白天的时候 会变成这个样子吗 柳凤轻咬嘴唇 微微点了下头 是 他接着说 越是接近午夜 我的样貌越漂亮 越是接近太阳身体的时间 我的样貌越衰了 我仔细一看 柳凤的模样 比起刚刚进入茶馆时 似乎真的漂亮一些 魔幻 实在是太魔幻了 我自认现在见识也不低了 但白天摔老如六十老人 夜间越来越漂亮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问冯伟 你怎么看 冯伟经验比我丰富 他思索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情况 只能靠猜测了 兄弟 你知不知道 槐树与其他树木的不同 我理解冯伟指的是哪个方面 槐树 乃树中之鬼 世间万物皆分阴阳 在华夏常见的树木中 有五种容易招鬼 民间称为五鬼树 分别是桑树 柳树 阳树 洞树 槐树 这五种树最好不要栽种在家院里 因为民间有俗话 前不栽桑后不栽柳 院中不栽鬼拍手 然而 这三种树比起洞树和槐树 还差得远 这洞树和槐树 皆属天生的阴木 其中洞树招鬼 而槐树生鬼 如果你家附近有上百年的槐树 可以去仔细打量打量 说不定能在树皮上找到鬼脸似的纹路 冯伟继续往下讲 槐树喜阴艳阳 成经后亦是如此 因为在白天时会躲避阳光 而夜间则会活动起来 冯伟用近乎肯定的语气说道 我怀疑当初那只槐树精并没有死 现在是躲在他附近来寻仇了 槐树精肯定是受了肿伤 需要衣服在人身上进行恢复元气 我明白了 这槐树精本想杀死柳凤 但碍于自身伤众暂时没有下手 而是附着在了柳凤的身上 修行疗伤 但冯伟的推测有一个很明显的漏洞 我没有在柳凤的身上感受到附身的恶鬼 这地府鬼印是不会出错的 而柳凤进门时 无神兽石砖也没有发生异动 我把疑问说了出来 冯伟也赞同 他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有没有可能 槐树精一直潜伏在他身边 这样就算不附身 也能影响到他 这倒是有可能 按照柳凤的说法 那颗槐树被他用斧头砍着前 已经活了数百年了 就算后来被许强重伤 以槐树精的修为 仍旧是比大多数恶鬼 强得多 不附身也能影响到人 说得过去 我问柳凤 你现在经常在哪里活动 我现在白天不敢接人 没有工作 平时就站在家里 如果槐树精还活着 很有可能就在柳凤家附近 走 去你家瞧瞧 我准备带素素和芳伟一起 跟着柳凤去他家里看看 出发前 柳凤看了一眼餐桌 天气这么热 不快些刷出碗筷的话 会招苍蝇的 柳凤说的有道理 我让素素留下看家 顺便辛苦一下把餐具刷出来 冯伟有些担忧 不带素素吗 我说没事 此行并不会有危险 这槐树精虽然有个精子 但仍旧是鬼的范畴 地府鬼印 是一切恶鬼的克星 柳凤的家 在安德的一个高档小区中 这些年房价飞涨 安德这种 鲁西北贫困区四线小城市 都已经均价一万了 进入小区门 往柳凤家走的时候 我问了一个问题 这里的房子 租金是多少 柳凤笑了一下 这是我自己的房子 不是租的 我摁了一声 没有继续追问 但心中 却是稍稍警惕了起来 一套房子 至少一百多万 柳凤又没有工作 哪来的钱 第二百一十几 当然 不能排除柳凤本身 就是富婆的可能 来到柳凤家 我被他家中的装修吸引了 柳凤装修得十分有格调 家中摆放的家具 也都十分精致 昂贵的牌子 这就是我家了 李老板 你们随便看一看 我和冯伟开始检查这所房子 柳凤给我们倒了两杯水 李老板 你们先喝口水吧 柳凤把水杯递到我们二人身前 我和冯伟谁都没接 许强给我们讲的故事 我和冯伟都可记得了 三年前 柳凤就是用了一杯 加了料的红酒 迷倒了许强 见我们二人都不接 这柳凤脸上有些尴尬 他把水放在茶几上 你们渴了自己拿 我摁了一声 继续和冯伟检查房子 我先检查了客厅 而冯伟则去检查厨房和餐厅 没有任何发现 但是自从进房子后 我就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冯伟 你有没有觉得什么 冯伟瞪大了眼睛 兄弟 你也有感觉啊 刚刚进这屋子 我胳膊上就挤满了鸡皮疙瘩 这个房子里 肯定有什么东西 我伸出右手 闭上眼睛仔细感应 地府鬼音有反应 非常微小的反应 这个反应来自卧室 我走过去推门 没推开 房门是上锁的 谁闲着没事 会把自己的卧室门锁上 我问柳凤 能进去看看吗 柳凤急忙点头 能能能 钥匙在这呢 柳凤从包里逃出钥匙 前几天小区里 有几户人家失气了 我贵重物品都放在卧室里 就养成了随手锁门的习惯 这个解释听起来有些问题了 钥匙入所 柳凤手腕一扭 门开了 请进 我和冯伟走进卧室 一踏入门 我手心中的地府鬼音有了反应 屋中有鬼 我一眼就看到了柳凤 卧室的梳妆台上 一般女人的梳妆台上 都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化妆品 而柳凤的梳妆台上 却摆着一个小盆栽 这梳妆台上放盆栽 我靠近一看 盆栽面前还有一个香盏 香盏释然香用的 我闻到了木香的味道 却不是檀香 供奉神仙要用檀香 但供奉鬼却不能用檀香 我几乎可以确定 这个盆栽有问题 我仔细一看 盆中绿植似乎是一株槐树苗 我心中一惊 柳凤撒了谎 他的确是槐树精缠身 不过是自愿的 他在供奉槐树精 他在养小鬼 我正准备回身去质问柳凤 身后忽然传来了一声响 我扭头一看 卧室的房门被关上了 这是上锁的声音 柳凤在门外 把房门锁上了 封伟跑到门前尝试开门 随后他扭过头摇了摇 封伟忍不住骂道 柳凤 你他妈做做什么 门后没有回应 封伟有些着急 李玄 这怎么办 我伸出右手 一把抓住了梳妆台上的槐树苗 他果然是槐树精化身 地幅鬼印当即变得滚烫 槐树苗迅速枯萎 死了 被我超度了 我走到卧室门前 眉头紧皱 我最想不通柳凤究竟想要做什么 不管怎样 先出去才是最重要 我张开右手 口念法咒 遥遥明明 天地同生 散则成器 巨则成行 五行之祖六甲之精 兵随同战 将随另行 地狱之门开启 一只鬼兵冒了出来 鬼兵钻入我的身体 居魂潜贵 想走出去 并非是只有开锁一个选择 还能破门 方卫 你往后站着 方卫知道我要做什么 向后退了三步 我稍稍住跑了一下 随后一跃而起 脚底狠狠地踹在了房门上 整个房门都塌了下去 拘魂潜贵状态下 我的力气是常人的十倍 我踏着房门走了出去 只见柳凤坐在地上 脸上满是惊恐的表情 他被破门的巨像吓到了 我走到他面前 柳凤花容失色 脸色苍白 我还没开口 他就慌张起来 是他们让我做的 不关我的事 我心已沉 有预谋的 我一把抓住柳凤的手腕 我现在的力气很大 他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谁 谁让你这么做的 目的是什么 柳凤的眼泪都快流了出来 我不知道他是谁 他只是让我把你从茶馆里带出来 把我从茶馆里带出来 我心中闪过了一道霹雳 我不在茶馆 茶馆里还剩谁 素素 目标是素素 风卫 你看住他 我交代了一句 夺门而出 素素 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我拼了命地往回跑 此刻正是夜间行车高峰期间 我甚至没有选择打车 而是一路狂奔 在拘魂潜贵的状态下 我跑步的速度堪比博尔特 几乎是不会累 简直是常跑小超人 如果去参加马拉松 我毫无疑问能夺得第一名 离茶馆越近 我的心里就越紧张 谁会对素素下手 这个答案十分明确 黑压阻止 想起离开茶馆前 柳凤提起的那句 天气太热 不快些刷出碗筷的话 会招苍蝇 我恨得牙痒痒 这分明就是故意让素素 留下想出的借口 就算当时我没让素素留下 这柳凤一定会想办法 拘开素素 让他一个人堵住 我没想到 黑压组织竟然这么快 就要对素素动手了 拐过一个街口 我看到了茶馆 一股风迎面吹来 阴风阵阵 我的心跳都慢了一拍 手心中的地府鬼印变得滚烫 在地府鬼印的作用下 我眼前的景象发生了变化 我的茶馆笼罩在一片黑云之中 我感受到夜叉的气息 而且不止一只 五神兽石砖 能防阴魂和恶鬼 却挡不住夜叉 我冲进茶馆 正看到素素一手贯穿 一只满身鬼闻的夜叉胸口 顿时间夜叉魂飞魄散 素素口中已经长出的僵尸獠牙 身上的衣服破了好几处 可见刚刚打得有多么激烈 老板 素素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 认出了我 我环视四周 做好战斗准备 却是一只夜叉都没有见到 而茶馆中冲天的阴气 也在迅速消散 夜叉呢 素素口中的夜叉收了回去 老板 别找了 没有了 没有了 我忍不住砸了一下嘴 素素 夜叉都被你消灭了 我刚刚在茶馆外 感受到的气息分明不止一只夜叉 素素点头 都被我杀了 我愣住了 知道素素强悍 有单挑夜叉的能力 可面对数只夜叉围攻 能够自保就很棒了 怎么会 我忽然想起游戏圈里一个特别出名的话 三打一都会被反杀 会不会玩啊 这夜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猜了 刚刚的夜叉身上满是鬼闻 是黑鸭组织的没错 我之前担心的事情还在发生 黑鸭组织的的确确掌握了批量培育夜叉的方法 只是不知道刚刚袭击素素的夜叉 是代号教主的神秘人被抓前制作出来的 还是被抓后培育出来的 这个疑问意义重大 如果这几只夜叉是教主被抓后培育出来的 那说明黑鸭组织即便没有教主这个人 依旧掌握着培育夜叉的技术 这个猜测如果成立十分可怕 想象一下 如果十三局不能尽快地将黑鸭组织消灭 那有朝一日黑鸭组织将会培育出一支夜叉军队 百支千支甚至是万支 万支夜叉 这个世上真的有人和组织能够阻止吗 到那时黑鸭组织篡改政权甚至统治世界并非没有可能 如果袭击素素的夜叉是教主被抓前培育出来的 那培育夜叉的能力很有可能只掌握在教主一人手中 这是最好的情况 但也是极有隐患的情况 我立即打电话给宁南呢 将素素遇袭的事情以及我的猜测都说给了她 素素没事吧 那就好 我这边也猜测黑鸭组织可能会来营救教主 已经设下了天罗地网 听宁南南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扣掉电话 我用地府鬼印细细地去感受四周 并没有发现什么 黑鸭组织的人应该是见没得手 留着大吉了 我让素素坐下 素素 你最近实力又变强了吗 自从素素开始恢复记忆 她的实力一直都在增长 素素摇了摇头 没有 喝之前差不多的 素素掰着手指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共六只 这就说不通了 如果素素的实力没变强 她是怎么 在这六只夜叉的围攻下见乎无声 而且还全部反杀的 黑鸭组织培育的夜叉实力 有多强 我可是亲自试验过的 如果不是我有换神符上身 怕是坟头第一茶草都已经冒出来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素素撇着头 老板 刚刚来抓我的夜叉都有些傻 有些傻 素素点了点头 很傻的 动作僵硬 没几下就被我给放倒了 而且 他们好像没有变石头的能力 我们之前对付的夜叉 一旦碰触 身上就会结满石头 这次来的夜叉 怎么会就没有了呢 第二百一十一集 一个不好的猜想在我的心中涌出 正当我准备说出来时 冯伟回来了 他还压着一个人 一个满头白发 满脸褶皱的老女人 当老女人抬起头时 我惊住了 这张脸我见过 在柳凤的手机上 不对 他就是柳凤 柳凤不是白天才会衰老的吗 现在可是夜间 我明白了 是槐树精 我把他供奉的槐树精一把给攥死了 这槐树精和柳凤近乎是融合在一起 一损俱损 槐树精死了 他自然会受到影响 冯伟恶狠狠地说道 把你刚刚对我说的话 再说一遍 我盯着柳凤 眼神阴郁 这个女人三年前骗了许强 三年后又来骗我 只不过 我不是普通的阴人 守阅人的手段 比绝大多数阴人都强得多 区区一道门 一个槐树精 哪里拦得住我 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纯属活该 刘凤一副四处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说就说 反正交易完了 你们还能杀了我不成 交易 和黑鸭组织的交易 刘凤告诉我们 当初他骗许强成为槐树精的祭品 借此摆脱槐树精对他的纠缠 但没曾想 许强非但没死 还把槐树精给灭了 毕竟是活了几百年的槐树精 槐树精并没有死得彻底 反而逃出一缕残魂 找到了柳凤 槐树精对柳凤恨到了骨子里 是要拼着最后的修为 也要把柳凤拉下水 柳凤毕竟只是普通人 槐树精就算再弱 也能对付他 就这样 原本以为自己已经逃出来的柳凤 再一次被槐树精缠上了 最初的时候 槐树精可不像现在与他共生 而是实打实地寄生在他的身上 不过三个月的时间 这柳凤的面容就变得和现在一样 满头白发 满脸褶皱 苍老得犹如六十岁的老人 柳凤到处求人救命 在被江湖骗子骗了好几次后 终于找到了一个高人 这个高人的身上 有一个红眼乌鸦的纹身 黑鸭组织的人 这个高人告诉柳凤 他的生命力已经被槐树精吸走 就算是把槐树精赶走 也无法返还了 他大概还能剩下不到三年的寿命 柳凤原本大好年华 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高人给他提供了第二条路 与槐树精共生 高人告诉柳凤 与槐树精共生后 白天他依旧会一副苍老的模样 但到了夜间 他会变回以前的容颜 甚至在槐树精阴气的滋润下 变得更加漂亮 柳凤答应了 于是高人将槐树精的残魂养在盆中 让柳凤摆在卧室中 以自身精血喂养浇灌 日夜供奉 当盆中的槐树苗破土而出后 这槐树精与柳凤就共生了 柳凤变成了夜间动物 白天他待在家里 夜间出来工作 为了生计 他经常穿梭于酒吧夜店 以他被槐树精滋养过的熔岩 轻易勾引了很多男人 他的房子就是这样赚来的 这样的生活他过得也算舒坦 但就在三天前 他忽然发现就算入了夜 他依旧是满头白发 柳凤慌了神 不敢出门半步 在煎熬三天后 有人找上了门 那个身上有红眼乌鸦纹身的高人 原来是他在搞的鬼 他以此来威胁柳凤 让柳凤帮他去做一件事 想办法把我和宿祖分开 为此 高人还给了柳凤一件阴雾 张僧瑶的画笔 这是黑鸭组织断定我这个阴伤 拒绝不了这支笔的诱惑 听完柳凤的叙述 我恨得牙痒痒 说白了 还是我贪心 不小心才中了招 风伟问我 他怎么处理 柳凤仍旧是一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他断定我不敢对他怎么样 他实在是太小看我们阴伤了 黑鸭组织的人能够威胁他 难道我不能吗 若是我动了杀心 感谢观看 看罗目的 梦